据说磁铁的吸力能影响子弹的弹道轨迹 并且在电影007中 邦德的磁力手表不仅可以隔空开拉链 还能让子弹发生偏转 可磁铁的威力真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电影是否扯弹 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场景 因为常规的铅弹无法被磁铁吸附 于是亚当将钢柱进行切割打磨 然后压入装有敌火的弹头里 这样就制作出了实心钢弹 但由于小麦不买不到电影中的特工手表 吉尼只能找出了形似手表的电磁铁 并将它安装在自己的山寨劳力室中 磁力的计量单位是高斯 地球两极磁场的大小约为半高斯 垃圾回收场的磁铁达到1万高斯 而吉尼侧德仿制的特工手表磁力为573高斯 可这样真的能使子弹拐弯吗 接下来亚当将吉尼的牌位带到了射击试验场 而为了减少手动操作造成的误差 他们现场打造了一个自动开枪装置 等手枪被固定好之后 他们首先对着吉尼的牌位进行了两次对照组设计 子弹沿着相同的轨迹击中同一个弹着点 之后他们将特工手表戴在了中间的假手上 看手表的磁力能否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可当他们再次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依然从之前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并且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 子弹的弹道轨迹丝毫没有发生偏转 可见电影中的手表是不可能让子弹拐弯的 那么如果换成磁力超大的电磁铁 实验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下面吉尼弄来了一个超大电磁铁 而他的最大磁力达到了3200高斯 等将磁铁安装固定好之后 他们对着吉尼的牌位扣动了扳机 但子弹依旧从原来的弹孔中穿了过去 显然电磁铁的磁力还不足以改变子弹的轨迹 于是他们用磁力高达5000高斯的女磁铁进行测试 并且单块磁铁能轻松提起160公斤的重物 而吉尼一共弄来了10块这样的磁� 这次弹着点确实下降了一点点 但通过观察磁铁的表面 他们并没有发现被子弹划伤的痕迹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子弹在磁力的影响下出现了翻滚 为了更加直观观察子弹的偏转情况 流言组再次增加了更大的超强磁铁 并且三块这样的磁铁总磁力达到了6万高斯 随后亚当在磁铁的上方贴上了白纸 一旦子弹被磁力吸附 上面就会留下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再次对着几米的排位开了一枪 这时子弹终于发生偏转击中了磁铁 可尽管证实了磁力确实能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 但电影中手表吸子弹的剧情纯粹就是扯淡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床上蹦迪 结果不幸被上面的吊扇削掉了脑袋 难道吊扇真有这么恐怖吗 为了验证家用吊扇能否削掉脑袋 凯莉和同事来到楼下的五金店 精明的老板向他们推荐了利润最高的挂灯吊扇 但女孩们却看上了这种工业级吊扇 因为它不仅有强劲的动力 并且全金属的扇叶非常锋利 它将最有可能将人的脑袋削掉 但由于没人尝试充当志愿者 而为了让实验更加真实 托瑞只能在屠夫手中借来一根新鲜的猪脊椎来制作假人 并且在两侧膀上带有假穴的乳胶软管 以此来模拟被割破颈动脉而产生血花飞溅的效果 接下来他们在假人模具内涂上润滑剂 放入猪脊柱和假头骨后 胶上组织替代胶 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假人替身就做好了 而实验时假人将从扇叶的下方向上升起 看吊扇会对假人造成怎样的伤害 首先进行测试的是普通家用吊扇 仅理测试得出吊扇的速度为每小时26英里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托瑞按下升降台的开关 但由于转速太快 扇叶刚接触假人额头就被逼停 不仅没有将头削掉 造成的伤害也只是轻微的皮外伤 于是他们决定改变实验方案 将假人固定在水平滑道上 让他以平移的方式靠近吊扇 然而实验还是失败了 虽然扇叶直接砍在了假人后部 但他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反而把扇叶都撞断了 由此可见 一般的家用吊扇是无法将人头削掉的 那如果换上威力更大的工业级吊扇 又能否将人头削掉呢 装上去就能感觉他的力道有多强 经过测试 工业吊扇的转动时速达到了54英里 是普通家用风扇的两倍 那他又能否削掉人的脑袋呢 当托锐启动升降机按钮 锋利的金属扇叶直接将假人的额头削掉 而经过检查 假人的头骨粉碎性骨折 或许这并不会致人立即死亡 但他一定会流鼻血 而接下来他们要让假人脖子以水平方式靠近 这次扇叶直接割断了假人的颈动脉 虽然没有让假人脑袋搬家 但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 为了实现流言中人头落地的效果 流言组决定用割草机打造一个超级吊扇 托锐把上面的引擎取下套在一个木质的外壳里 而加利则将钢板剪切成扇叶的形状 并用仪器定位好叶片的中心点 然后将边缘打磨锋利 以便获得更大的杀伤力 将吊扇安装好后 托锐在楼上启动了割草机 当假人接触到扇叶的一瞬间就被打飞出去 而通过慢镜头可以发现 扇叶直接砍进了假人的脖子 并随后进行了多次打击 虽然没能将脑袋砍下 但绝对可以当场开袭 所以家中有吊扇的人一定不要跳得太够 最后提醒大家 实验危险切勿尝试 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抓拍不到你 因为测速相机都是由雷达发出电磁脉冲 通过反射回来的信号时间差来计算汽车的速度 继而启动相机抓拍车牌号 所以当车速达到一定的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让大家安心开车 刘延祖找来一台代表米国普通车型的二手车 为保证安全 他们给汽车加装了5.10安全带 这次实验在海军基地的停机坪进行 眼前的这套设备就是今天要实验的主角 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他开出了数百万张罚弹 那么普通的小汽车能否用速度战胜它吗 为了避免测速相机检测不到速度 亚当用手持雷达测速仪进行对照实验 测试开始 几米蒙踩油门 汽车以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冲过测速点 但测速相机清楚地拍下了车牌号 并准确地检测到车速 显然这个速度并不快 亚当认为几米的技术没有发挥汽车的最高性能 于是戴上头盔开始挑战 但几轮下来 汽车的时速都在100英里左右 并都成功拍下了车牌号 看来普通汽车是无法逃脱测速相机的魔者 秉持流言终结者的传统 他们来到了专业赛车场 因为这里的赛车性能要比普通汽车好很多 这次他们挑选了一辆超级跑车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开过的评论区告诉我 他拥有6.5升的V12发动机 实验再次由亚当驾驶汽车 但这辆超级跑车价值高达28万美元 一旦操作失误 按照他的收入需要还65年 尽管他的压力山大 但仍然抵挡不住豪车带来的快感 为了避免子孙后代成为车奴 教练会全程陪同在副驾驶 一切准备就绪后 这次他以116英里的时速冲过测速点 虽然比之前的实验速度加快了不少 但还是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这样的速度显然还没有发挥出V12的全部性能 于是他们打算让教练进行实验 果然在专业赛车手的操作下 这台价值28万美元的V12 开出了136英里的时速 但遗憾的是依然被抓拍了照片 然而留言组并没有打算放弃 这次他们找来汽车界的扛把子也售好 这个拥有喷气式发动机的怪兽 时速能达到300英里 可以说是在引擎上面装了的作用 如果他都不能逃脱测速相机 那就不可能有汽车能达到 当他的引擎发动时 身后喷出巨大的烟雾 然后就以300英里的时速冲破测速点 最终在两个16英尺将落伞的辅助下才停了下来 这闪电般的速度成功躲过的测速相机 他们虽然找到了逃避罚单的办法 但现实中没有人会开这种车上路 所以超速一定会被开罚单 然而有粉丝提出几种避开测速相机的可行方法 分别用保鲜膜 发胶和微精短遮挡车牌 但实验证明都是毫无效果的 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铁轨上撒尿 没想到刚刺出来就被电身亡 难道电流能顺着尿道进入身体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还原整个现场 但没人愿意对着通电的铁轨撒尿 他们只能用乳胶制作一个会撒尿的假人 因为他的导电性和人体几乎一样 亚当将仿真骨架放入模具中 然后灌入融化的乳胶 周围放上冰块以加快凝固速度 接下来他们要给假人制作一个泌尿系统 为了得到人的撒尿速度 亚当拿着烧杯亲自进行了测试 并得出释放250毫升新鲜尿液需要18.5秒 随后将塑料杯打磨后装上阀门 就成了一个简易膀胱 虽然他的撒尿速度与亚当一致 但却显得多少有些尿无力 于是他们又给膀胱套上一个气球 并用嘴将气球吹大以提供撒尿的压力 这样做出来的尿路既不会分叉用尿的精准 为对比和真人撒尿的效果 亚当当场为科学献身 通过两者的比较 假人的尿柱甚至要比亚当的更加美观 但吉米却认为人体尿液并不会传导致人死亡的电流 经过测量 亚当的尿柱直径为四分之一英寸 他们将同等尺寸的软管注满尿液进行测试 得到尿液的电阻为1万欧姆 而地铁的电压为650伏特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经过尿液的电流为65毫安 这种强度的电流足以让人当场开袭 所以尿液是能够传导足够致人死亡的电流 而接下来他们来到一处封闭铁锋 在这里将进行撒尿触电实验 看对着带电的铁轨尿尿是否真的会触电身亡 但由于这里的铁轨没有通电 吉米将650伏的变压器接在一段铁轨上 而为了能让甲仁精准地尿在铁轨上 他们将甲仁调整至合适位置并穿上橡胶鞋子 如果流言为真 电流将从铁轨通过尿柱传至甲仁 当电流超过人能承受的安全值时 甲仁头上的寄电器将会启动从而将它击倒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和吉米站在了绝缘垫上并打开了电路开关 然后拉下甲仁泌尿系统的阀门 只见甲仁尿得非常顺畅 但并没有出现被电倒的现象 亚当认为650伏特的电压并不能穿过橡胶鞋垫 于是他们将甲仁的鞋子淋湿 以此来模拟下雨天的效果 重新给甲仁膀胱冲气后实验再次开始 虽然这次尿得很精准 但甲仁依然没有被电倒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脱掉甲仁的鞋子 让它直接与潮湿的地面相连 这次甲仁不但没有被电倒 反而让周围的地面充满了电流 吉米立即关闭了电源 而通过对高速相机进行分析 原来尿液落下时并没有连在一起 导致电流无法倒通 于是他们患上了更粗的尿管 并将甲仁与铁轨的距离缩短至3英寸 然后等地面干燥后重新布置了实验 这次又能否将甲仁电倒 当亚当拉下泌尿系统的阀门后 甲仁瞬间向后倒下 显然电流通过尿柱进入到了人体 并产生了致命电击 所以奉劝各位 千万不要近距离对着铁轨撒尿 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出电身亡 最后灵魂拷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光荣室呢